本视频由优派显示器赞助播出 在苹果芯片的Mac上玩原神 已经不是什么难事 我之前做视频分享过 使用Play Cover就可以 但这个原神它是iPad版本的 对于键盘鼠标的支持并不是很友好 并且画质和PC版本也有所差距 而在最新的MacOS Sonoma系统中 搭载苹果芯片的Mac 可以像我这样运行PC版本的原神了 需要强调一点 只有苹果芯片的Mac才可以 比如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PC版上才有的登录界面 进入游戏完全不需要键盘映射 上手就能用键盘鼠标控制人物 也可以切换到手柄来控制 就算把画质拉满 我这个M1 Pro芯片的Mac 也没有感觉到吃力 苹果芯片的Mac已经上市很多年了 为什么要等到MacOS Sonoma这一代系统 才能做到这些呢 但是因为在今年的WWDC中 苹果推出了Gameporting Toolkit 简称GPTK 可以让游戏开发者 把他们之前开发的PC游戏 直接的在MacOS里面运行 方便他们评估游戏的运行效果 并减少他们把游戏从PC 一直到Mac上所需要的时间 有了GPTK 你就算不是开发者 也可以尝试在MacOS上运行PC游戏 只不过苹果给出的GPTK操作指南 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数 我连尝试的兴趣都没有 而现在已经有人将这个配置过程简化 只需要点一下 你就能在电脑里面布置好GPTK了 据我所知 免费的V4K以及收费的Crossover 都可以方便的配置好GPTK 让你的Mac运行PC游戏 而且大部分游戏的运行效果 比如画质和帧率 都比虚拟机里面要好得多 和Mac适配的除了游戏 还有优派的这款VG2481 4K显示器 它把4K的分辨率塞进了24寸的屏幕里 这个规格在市面上并不多见 却是苹果的偏爱 比如之前苹果推荐过的显示器LG Ultra Fun 就是4K24寸 而苹果自家生产的iMac也是24寸的 之所以要这样设计 是因为相同分辨率的情况下 24寸的显示器要比27寸的显示器 有更高的PPI 更细腻的显示效果 而且体积小巧 更加适配小桌面小空间的使用情况 对于Mac用户来说 将这台显示器和电脑连接也非常方便 使用包装里面自带的这个Type-C数据线就可以了 既能传输图像数据 还可以为MacBook提供最高96瓦的供电 而且显示器自带音响 这样的话 你只需要一根线就搞定了所有 让你的桌面保持整洁干净 除了匹配苹果的硬件规格 它还内置了Mac模式 不需要自己去研究色彩空间颜色范围 只需要选择到了Mac模式 它就能带来接近MacBook的色彩显示效果 除了颜色之外 显示器的角度调节也非常重要 你只需要一只手就可以控制它的上下移动 左右旋转 程序员还可以将它垂直旋转 作为副屏携带码用 在4K分辨率和高PPI的加持下 英文字体渲染得更好 不发虚 VG24814K显示器 从硬件和软件方面都很适配Mac 4K的分辨率呢 也同样适合GPS5 Xbox玩游戏 优派一直都是业内老牌的显示器生产厂家了 品质有保障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 接下来呢 我就演示一下如何使用免费的Whiskey 在Mac上运行原神 以及玩Steam平台的游戏 首先进入它的GitHub主页 查看右边的Release 点击它的最新版 然后找到这个ZIP结尾的程序 点击一下 它就会自动下载和解压 然后进入下载文件夹 把它移动到应用程序里面 双击打开 第一次打开的时候 Whiskey会检查你的系统环境 上面这个Roseta 99%的Mac用户都已经装好了 点击下一步 它就会尝试联网安装GPTK 你在这一步呢 可能会因为网络原因卡住没速度 那就需要尝试换个网络了 如果实在下不好 那么也可以换23.5版本以上的crossover 它也内置了D3D Metal 和GPTK的效果是一样的 GPTK安装好以后 需要创建一个容器 这个名称随便起 版本和路径就用默认的 它会自动生成一个可以运行Windows程序的容器环境 接着去原神官网 下载后缀为EXE的原神安装包 然后在Viskey上点击运行 找到刚才的安装包 后面就能像安装PC程序一样 开始安装原神了 如果安装途中提醒硬盘空间不足 只需要把电脑里面多腾出一些空间就好 如果你的电脑硬盘空间实在是吃紧 那么刚才创建容器的时候 也可以把容器创建在外置的硬盘里面 不需占用本地的存储空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 原神就安装在你电脑里了 你可以在已经安装的程序里面找到需要的 然后把它置顶 这样就能在主页上看到 在容器的配置中 你可以尝试开启Rite的模式 这样窗口和字体画面会变得更精细 但是也变得更小了 下面这个DXVK一般不要勾选 它和苹果的GPTK是两套方案 不能同时开启 如果你要玩的游戏 在默认的GPTK中表现不好 那么可以试一下DXVK看看效果如何 通过我的测试 在Mac上运行PC原神会有三个小问题 第一是系统无法检测到你正在运行游戏 如果用手柄玩的话 过一会就会出现屏保 第二是偶尔会卡一帧 这个和性能无关 就是没征兆的会卡那么一下下 然后马上就好 第三是登录的时候 偶尔会断开连接 第四是画质和帧率的取舍 如果你特别在意游戏的流畅性 也就是帧率的稳定 那么其实在你游戏里面 设置画质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Whiskey的设置中 不要勾选Retina选项 这样的话原神基本能稳定在60帧 只是画质就不能细看了 而勾选Retina后 设置中的分辨率越高 电脑的压力就越大 可以打开Metal HUD 观察帧率的变化 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电脑的平衡点 除了原神 你还可以安装Steam游戏平台 运行海量的Windows专属游戏 要在Whiskey里面安装Steam 有一些小技巧 首先你要准备好Steam的 Windows版本安装包 然后把整个Mac系统的语言 调整成英文 重启电脑设置才能生效 新建一个容器 用来安装Steam 只有英文的环境下 才能顺利的安装好Steam 等安装成功顺利运行以后 可以把系统语言再切换回来 打开Steam平台 你就可以下载并运行 你感兴趣的游戏了 现在已经有不少人测试过了 CSGO 赛博朋克2077等游戏的效果 相比之前在训运机里面玩 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我认为 注意力不需要放在这些大型游戏上 能流畅运行 那是锦上添花 是赚到了 如果玩起来卡顿 那也可以理解 毕竟是多层转译 有系统损失 也有兼容性问题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 Steam平台上有非常多好玩的游戏 对电脑的性能要求 其实并不高 但是快乐缺一点都不少 之前只能在Windows里面运行 让Mac用户看了着实收养 有了GPTK 如果这类游戏 能在MacOS里面顺畅地运行 那真是一件 让人感觉到无比舒服的事情 比如现在猛兽派对很火 如果有朋友拉我一起玩 我就不会因为 它只能在Windows里面运行 而犯难 又或者我想回味一些 之前错过的经典游戏 那么也可以在闲暇时间 慢慢去体验 Mac不能玩游戏 终于不再是我远离游戏的借口 真正能限制我玩游戏的 其实一直都是时间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通过GPTK转移运行PC游戏 虽然能大大提升了 Mac玩游戏的能力范围 但是具体到某一款游戏的 兼容性如何 仍旧需要你自己去尝试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是Mac用试堂 我是修康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我们下期视频